嗨 我是凌云 美食仙子回归 大家最爱看的吃吃喝喝主题来了 我现在刚下班 然后在淡水淡这边 准备搭节目去台北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大概高中升大学那一阵子 这常常有那种朋友 纠逛吃大夜市的觉 想说也好久没去了 就约了杜丹那附近的朋友 要一起去逛吃 是一个没有在我频道里面出现过的 偶像型的人物 妹子们可以期待一下 好 那我们就 行きましょう 天呐 淡水真的是有够远 都也要到了 你要有吗 诶 怎么做 现在就到了 你先自我介绍 好了 讲好了 是 你不用说你的封号吗 下一天还很少讲 下一天讲我是原子少年 火星 重点是刚刚大家有看到 这位偶像在那边收盘族的 因为这间糊涂面 是夏家开的 就是虎羊把我们开的 虽然这间是我朋友家开的店 可是它是真的好吃 所以带大家来吃 碗面啊 水饺型是纯瘦工 我吃这间那次也有大概七八年了 哦 差不多哦 我们每次来都是吃 超酥 超酥 吃进去就是麻香 中间会有一个微酸的足径 每个味道都很平衡 不会让你觉得想做混沌肉现在的 对啊 那我要介绍一下 应该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拿成糊糊面 是因为它是手擀面 所以手擀面的旁边一定会有些面粉 大火下锅的时候会有呼呼的感觉 所以我会加糊糊 就很像大卤面啊 因为我发现是外産的 卷春卷 它的手擀面就是有那种面的筋道 很Q然后厚实 还会点它的炸排骨 拍得很扁 也是很薄 就吃起来就是超脆 另外一个必点 它是一个不棋眼 一般人来这边不会拿的东西 夏爸爸自己熬煮的酸梅汤 第一家会带大家来这间 除了它是夏普洋家开的 然后我们真的是每次 约在这附近都一定会吃之外 所以想说 因为其实蛮多人来试爱的 都是逛衣服 想要在一间店就吃饱的话 觉得大家可以来胡涂面 所以其实胡涂面真的是年轻人 不会主动想要走进来的那种店 因为它就是很家庭感 然后传统的老店的感觉 要不然就是附近的学生啊 推好不好 要来吃 要来吃 闭店头 胡涂面红油操手炸排骨 酸梅汤 其实你拍的东西还蛮广的 这个人一支我的影片都没看过 没有啊 诶 我看一下 好好看 应该有 应该会有看过的 真的好像没有一个红条的 诶 下本来真的很没品 第一集哦 第二家要来吃 起司马铃鱼 起司马铃鱼是我跟我妈 都超爱吃的一种东西 这些羊羊肉算是那种 走过去很容易路过 超不起耶 而且它的招牌也超不亮 对 它的起司就不耐香了 我建议大家点双层 这样就会有这种 铅丝的料就选自己喜欢就好 它的起司真的 够超多 毕竟我是一个酱料怪兽 所以我就很喜欢各种酱料 料跟酱都多到 你找不到马铃鱼在那 起司会比较好 尝不到 有力跟他说一样话 我超级喜欢吃马铃鱼 皮 我也有吃 我每次吃都吃皮 我姐就说为什么我会把这个皮吃掉 其他的他都洗 而且他的皮皮都是洗过 而且是真的 点皮吃超好吃 其实我也不会咸到 把马铃鱼的味道盖住 第一次点那个双生起司 花椰菜的好处是因为口感差很多 层次感会更丰富 我们现在要去买饮料 其实我来施大通常不会喝饮料 因为在他家就已经喝过酸梅汤了 所以我带大家来逛施大 好像还是要找个饮料喝喝看 找到一间好像蛮夯的 日月糖红茶 其实我真的每次经过他人都超多 就是大家都一直在排队 常先一些 我们能同框的角度只有这种角度 你真的太高了啊 我要一个日月糖红茶 加蜂蜜珍珠 然后用杯子装 很快耶 go 我买了日月糖红茶 这杯子真的很可爱耶 我用它都一定超多观众狂问我 可是我以为它很红就everybody就提到 反正这个杯子是大象杯 我很讨厌买饮料 要骑车什么的 感觉沾了很多灰尘 真的吸管都不知道要不要喝 不敢喝 它就是可以把它套起来 然后你刚才问这个洞在干嘛 对 他太聪明了吧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设计耶 就是因为它内建吸管 吸管盖跟吸管槽 所以我觉得很赞 然后那时候就有募资买它 很久以前我大学的时候有了 可是那时候我没买 二代池的时候它这个杯底有比较厚 然后杯身有防雾 所以我真的是已经用了很久 大概一年多还是很透亮 可是它就是侧面有刻度啊 诶 这很厉害你看哦 你可以看你的店家 有没有帮你装满700 太客家了 我说Apple的时候 那个我这700的你没有装满吗 出吸管很方便 就是我喝的饮料 是一定要喝有料的 它有附出的跟洗的都有 它有附刷子 方便清洗这样 嗯 说要清洗 因为它这个口很大 所以可以整支手机去洗 好 怎么样 杯子太可爱了 你在讲杯子 其实应该是 我们要介绍饮料吧 它的蜂蜜珍珠很好吃耶 有嚼劲 可是又不会很难咬 其实我不知道日月坛红茶是哪一派的 很涩的30块在台北算是合理 就你不会觉得日月坛红茶 然后比较贵的感觉 头发可以吗 可以啦 这是藕包耶 蜂蜜珍珠的风味蛮香 它的蜂蜜珍珠很香耶 可是是甜甜 边咬的时候蜂蜜香味会出来 不知道我们大家会喜欢的 真的是像现代那种新版红茶 但是它会又有那种古早味的后韵 但又不会古早味后韵的这么重 所以它刚好比较蛮折中 我觉得就有那种结合版 你可以拿这一段去美食节目试镜耶 我认真讲啦 真的啦 杯子真的蛮可爱的 嗯 蛮棒的 我要一个大众培 大众培要辣吗 不辣 不辣吧 好 不辣 这间完全没有吃过 我从高中吃到大 它以前在这边超小的 就是一个小摊贩而已 然后现在变这么大一家 还有地下室可以内用 皮感觉是脆的那种 对 很好吃 而且它里面高丽菜丝也很厉害 哦 喜欢吗 脆蛋饼耶 我最喜欢脆蛋饼了 超油饼的厚度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它叫蛋饼吗 干嘛 因为它以前真的要等非常久 要等超过20分钟的那种 它这边这样才是蛋饼吗 蛋饼是这样的意义 以前它从面坨开始干 干完才开始煎 所以真的要很久 所以每一个都要20分钟 反正基本上 酥脆的蛋饼皮 我就先给50分了 才50分 你也太严格了吧 因为它起司是有 稍微融化的那种切杂切片 然后再加上 可以有点微脆的感觉 我很喜欢这种有层次的食物 满蛋的耶 不错吧 推荐给你们 哈 这个菠萝包 这是我走到哪都要买 本来也是小小一间店 然后高中来说都要爆排队 海操场 这个皮感觉就很脆 是不是 这是 里面的奶油 我选的是总统级的 就是它有招牌 可是总统级的 好像差5块吧 但我觉得总统级的奶油 更滑顺一点 所以就差在滑顺 那大小有差吗 没有差 就只是奶油品质 你喜欢哪一种 超级喜欢它那个菠萝皮耶 外面香酥 里面揉绵 但是又有那个冰的奶油 不管是口感还是温度 还是口味都恰到好处 很平衡的甜点 我觉得是阿良将军说想吃 然后我就说 可是买回去应该不好吃耶 奶油一定融化 而且外面可能就不酥了 然后说没关系 然后就买回去 这外面还是酥的 就是咬下去还是 那种超扯的 很厉害 可以外带原味菠萝包回家 就当早餐什么的 感觉也很赛 好 看起来真的满享受的 它的那个面包真的是Q的感觉呢 哇 很松软耶 奶油真的超好吃耶 咸香的 冰冰的 最后一家 来个小甜品当ending 这间是一个古早味的甜品店 它都是真正用原料去熬制的一些养生饮品 然后还有甜汤 我点的是薏仁白木耳 冰冰滑滑的 我自己在家煮过白木耳 为什么我煮不出这种 白木耳是不是要挑啊 有些白木耳怎么煮都煮不软 然后有些白木耳就可以煮很软 甜度大概是0.5分糖 就真的超养生的那种 喝这个感觉就是有够养颜美容 它里面还有加红枣啊 桂圆然后还有莲子 它莲子会苦吗 所以它心都有挑的很干净 嗯 对耶 小吃店儿子就懂这个美感 我们喝喝看 你是不是没喝过 好 你看来这么好喝 我来试一个好 很浓稠感耶 感觉好像燕窝 它每个食材的味道都很鲜明耶 对 所以你不会觉得很没味道很饿 它其实很浓郁 你平常不喝这种甜汤的人吗 比较少 我都喝超甜的人 所以你可以接受 但我可以接受 而且我是还蛮喜欢 不会鹅鹅的 鹅鹅的到底比较好 就有时候不饿 然后没有味道 然后就这种滑滑的嘴巴也有一点 鹅鹅很像鼻涕 我这样也太过分 这个是小香杯你知道吗 诶真的哦 它还有出这个尺寸哦 而且它是装热的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对 它可以装热的 我今天拿这两个是新的颜色 都很有春天的感觉 北盖这个细胶圈是有改良过好安装更防漏 北盖跟吸管盖都是有在加厚 拿起来又更湿的感觉 很推荐一直在观光 或是买第一袋的人 赶快入手 好的 那我们逛完了世代夜市 其实久久来逛一次还是觉得不散 回忆有限有没有 真的 因为其实我住世代附近 当然很少公司的啊 世代夜市在我们高中那个年代 还算蛮繁荣 后来就是渐渐的范围变小 然后店家也越来越少 人潮也蛮少现在 比起以前来逛世代是舒服的 舒服很多 吃吃美食 然后逛逛衣服也是蛮散 多爱这个杯子我就问 你这样很方便耶 不然盖子一般我都要这样拿着 拿一拿就丢掉就不见了 我真的觉得放在这边超好 我跟你录完我一定会去买 认真 真的 因为其实我很爱喝手洋饮的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耶 你就把你的IG都在这边 对啊 可以找我可以找我 大香妹可以 可爱好看然后又环保 可是我觉得男生会喜欢这个颜色 他的手感其实是很好的 原来你的slogan了嘛 订阅分享什么 你打开那样不错 不会 我跟观众之间是舒服的关系 就是他们想怎样就怎样 你不会想问人家要订阅或是观看 不会 那你有什么要宣传的事吗 我现在在做一个男团选秀节目 叫做原子少年 然后他的首播日期是4月17号 我在各大平台NOW NEWS的Youtube 然后LINE TV等我播出 果然是有在上电视的人耶 这一整段背得很好 我是原子少年 火星 怎么比我 我要一起 耶 现在其实是一个M 然后因为我们 好啊 下载约啊 OK下载约 欸不支持一下你的频道 那我有在看待待会儿 今天有在支持的OK OKOK 那我们就下载约咯 拜拜